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穿过另外一道门来到房子的里面 这个房子比较特别 建造的年份是1944年 所以今天一定要大家来看一看 这种房子就是非常多的细节 比如大家上面看到这种门框 这种木头都是这种橡木的 都是非常多的细节 然后真正今天的人们能appreciate这种细节的 其实并不多 但是这是咱们多伦多老房子特有的气质 这边是它的烧火的一个壁炉 这个壁炉旁边都是用这种石头包裹 这个是真正能够烧木头的 不像咱们平时这种新房子烧煤器的 然后这边一个非常大的窗户对着这个前院 前面的landscaping做得非常漂亮 有红风啊 刚刚大家片头也看到了 这是它的一个客厅 客厅尺寸还是不错的 然后在另外的一边呢 是它的餐厅 中间是有道门 可以大概关上了 把这两个空间 再把它做一个隔断 然后这个餐厅呢 平时大家可以在这里就餐啊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吧台 这边可以放几个吧座 那边是厨房了 然后这边是后院 等会出去带大家看一看 这个厨房呢 就是业主之前呢 也做过这个更换了 装修 然后厨房都是重新的这种customized 嵌入式的这个冰箱啊 大家看一看panel ready的 米勒的 非常厚重啊 这种冰箱 打开都非常费劲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oven 也是built in的米勒的 然后还有这种比较难得的这个煤气炉头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炸锅 大家如果喜欢吃薯条 什么的就放里面炸就行了 然后后院这里有一个小房间 然后从这里出来传过这道门 这个后院呢做了interlock 基本上停车 车位就在这里了 然后这道门是电动的 它可以推拉的按摇控器呢 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把车停好了 再把门关上 而且旁边种了很多的这种绿植啊 私密性是比较好的 现在大家去二楼看一看 这边刚刚进来的地方 它的楼梯 然后旁边都做了这种护墙板的 上来二楼总共是有三个房间 我们先看两个次卧 这个次卧的房间的尺寸还是相当不错的 相比起再老一点年份的这种卧室就更加小了 比如说这种一九二几年啊 一九零零年的年代这些房子啊 在downtown也是非常多的 这两个次卧都非常大 而且都有自己的这种closet 还是能放不少的东西 这边是它的主卧了 一个窗户对着前院 这边是它的另外一个自己的closet 二楼只有一个洗手间 这种老房子是非常常见的 自己的浴缸啊淋浴 对于这个洗手的这个台子 这个vanity也是当时业主做过更换了 地下室呢 这里有道门 如果大家可以想分租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门啊 独立把地下室分租出去 这下来以后 也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厅 这可厅有自己的壁炉 这是电的壁炉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窗户 对着外面这个窗户还挺大的 楼下的也都是这种木地板啊 然后这边楼梯的空间里面都是做杂物堆放的 楼下是有自己的一个洗手间 还有这个浴缸 这种按摩浴缸啊 这边是洗手他们台面的 他的这洗衣房是在basement里面了 地下室的高度还是算不错的 我这么1米8的个子在里面 不需要低头灯 因为很多老房子啊 地下室的高度都会偏矮一点 而且很多都是叫做 不叫地下室啊 叫crow space 所以说呢这个地下室 还是可以正常的使用的 看完房子以后 带大家看看这个周边的这个环境吧 旁边的环境十分不错 西南角有Humber River 有Omeo Inn 那边还有另外一个这个Omeo的这个subway station 然后它的东南角呢 是High Park春天看樱花小姐姐们打卡最爱的公园啊 现在就和大家看完房子 再去看看旁边的社区的情况 这里就是Humber River的这个recreation Cinal Trail了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河 Humber River啊 旁边的环境十分漂亮 然后河滩上面还有人在钓鱼啊 还有这个小艇都放在那儿了小船 周末平时啊过来骑骑单车走走trail啊 这个精神都会好一点的 然后对面那边呢是这个一个condo 然后下面呢是这个Omeo Inn 这附近不仅环境漂亮啊 其实还是一个学区房 它的小学呢是排名全省228名 然后高中是90多名 在这个西人社区里面真是非常难得 这个trail里面在秋天的时候 三文鱼特别多 它们是从这个安大略湖里面 一直往这个上游游过去 很多鱼因为跳不过这个坎呢 它就死在这里了 所以说这个三文鱼的医生 也是非常的这个命运坎坷啊 到了这边想回游上去残子 结果被拦在这个这个小的爸的门口 谢谢收看三文今天的视频给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我即将上市一个出租房 162号RDAC 这个房子呢是位于多伦多西区的Rennyme社区 因为平时给大家介绍这边比较少吧 今天说也拍个视频给大家看一看 这种老房子的味道 跟这个咱们现代的约合区的房子 确实是有点是不一样的 而且顺便走了一下这个trail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多伦多西边的环境 好的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啊 记得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要点赞收藏小铃铛 有新的视频上线一定会通知大家的